大家好,这里是美国的小镇小民 我今天想聊的话题是这个叫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 不过我先又看到了一点 台海这方面的信息 就稍微跟进一下 上次佩洛西是什么 露出来的 就是泄露出来的 说她可能要去 8月份要去台湾 她自己从来没有证明过 然后中国这边反映的很强烈 就是说我们需要进行 这个正经的要进行报复的 那现在呢 刚刚又这个拜登又出来说 说这个军方说的这不是个好主意 就是说她的意思就是说 军方不建议派洛西去 那么派洛西自己的办公厅的人 是说她的行程呢 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我们不用跟任何人商量 嘴还挺硬的 但是她也没有说她肯定要去 她只是说她的行程还没定 而她这个行程呢 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 她只是这么说了一句 然后呢又有什么消息人士出来说 消息人士出来说什么呢 说这个中国那边在考虑禁飞区 所以呢 那个军方呢就警告派洛西说的 那她那个如果要搞禁飞区的话 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说你这飞机要过去的话 没有经过她的轮序 她可以给你打下来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些都是消息人士啊 都不是正式的 中国这边也是 也是根据消息人士说 说中国在考虑这个禁飞区 中国政府并没有说 我们现在在考虑禁飞区的问题 这种呢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了 这个拜登和派洛西 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唱红点 一个人唱白点 这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说到禁飞区呢 我觉得这消息人士呢 他有可能 他是从美国的军方听到的信息 他也可能是中国的 中国也可以有消息人士 你不是没有正式宣布你要来 你总是说是消息人士 给了泄露出去的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有消息人士 也可以泄露 对不对 中国自己不用说我们在考虑 或者是没有在考虑禁飞区的问题 但是把这个信息放出去 也非常不可 就是对你进行一下威胁 就是这意思 那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一会儿一变 我还是觉得这个 就是说他还是主要就是在 他还是在想打这个台湾牌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打 他想试探一下看看情况 然后要是没问题 就再往前试探一下 或者说他没有达到目的 他再怎么试探一下 我觉得他还是在搞这个 这个拜登说了好几次了 他说他这个马上就要跟习近平碰头了 马上就跟习近平 不是碰头 就马上就要跟习近平的电话会议了 他这边说了好几次了 他没有说哪天 他说月底之前 但是呢我就没有看到中国这边有回应 我是觉得啊 这个现在他这些花招啊都不好使了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 已经很烦他这样子这么搞了 所以呢很有可能这次啊 我就根本就是 你不是说把派洛西什么要到台湾去 你不是就是来试探我的吗 我也不跟你多废话了 对吧我就我就跟消息人士说 我们现在在考虑近飞区了 而且有可能确实是在考虑近飞区 我倒不认为这是纯粹的是下午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可能确实在考虑近飞区的问题 所以呢就直接就是断了你这个 你这个你就别再玩这一套了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是这个意思 你这种小儿科的东西算了 我不跟你玩了 对不对 那至于说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在月底之前 这个有电话会议呢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拜登是非常想要跟习近平 要电话会议的看来是 就是就视频会议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习近平 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 这是我的感觉 这个呢就暂时就是先到这儿 这个台湾的问题 这个林志颖的车祸啊 我想说一下呢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不建议啊 大家去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车的 不是不是仅仅林志颖出车祸这一件事情 其实特斯拉出问题已经好多次了 他我经常的读到特斯拉的车的问题 就是他的技术上的问题不过关 但是美国主流媒体呢 从来就没有去正经的去批评过马斯克 反正他们就是不喜欢去批评这种特别有钱的人 他就不愿意去得罪他们嘛 可是你就是读到的这个 他出书是确实出的挺多的 尤其是他那个 他那个火啊 一旦着起来 非常非常难灭 这个消防员都很难把它灭掉 就是他那个电池啊 那个因为他的电池的缘故 就是着火起来特别麻烦 就听上去真的很危险 这个林志颖这次是撞上以后 他还那个脚被卡在了那个 好像是 刹车的那个地方 把他脚还给卡住了 那刹车的地方 踩完了应该就起来的呀 怎么会还给他脚还给踩住了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电池的问题 后来他找起来了也是了 还好边上有人把他们都给拖出来了 还有他孩子 就是说这个没有碰到人的话 这事情真的很难说了 但即使他现在伤得也挺厉害的 好像听上去 反正我是不建议去买特斯拉的这个车 我倒不是说我并不懂了 我不敢说我对车有多懂 但是 我以前聊过马斯克这个人 他自己的工厂里 他对自己的这个厂里的工人的这个安全 他都不太在乎 大大小小的这种安全隐患他都没有 最严重的就是他把那个地上 他们在那试车 那个地上画的那些黄线 他嫌那个黄颜色不好 他可以变成灰的 那你灰的画完了 那不是跟那个 百游路的那颜色不都一样了吗 那谁还看得见呀 他不管 他觉得这黄色他不喜欢 那就给他换成灰的 你说这个人 他能是一个对人的安全 对人的这个生命那么在意的这么一个人吗 这样的人 他对自己的雇员是这种态度 他能他能够把这个他这个车 把它造的很安全放在第一位吗 所以不要 我是真的建议不要去去花这个钱去买特斯拉 这是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我确实读到不少这个 特斯拉的出车 车出问题的 然后就是我对马斯克这个人的看法 所以呢我 我希望我主要是觉得 我的粉丝啊 我希望你们都安全 这个是我的初衷 我跟任何这个商家什么的都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动力要去诋毁马斯克 但是我就是不信任他 所以我这次想说两句 下面呢聊两句这个 关于这个identity politics 就是身份证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想聊它呢 因为这个 现在不是英国的大选 英国的这个 保守党不是就剩两个人了吗 一个是 Rashie Sunak 一个是 Liz Truss 我解释一件哈 我在那个 我贴的帖子里头 我就说到 我说God bless the queen 然后有人问我什么意思 我就想说呢 God bless the queen 就是上帝保佑英国女王了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英国没救了 只能上帝来救她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这个Liz Truss 做了这个英国的首相的话 我就觉得实在也太差劲了 这个首相 可能还不如这个约翰逊 我是大概是这意思 但是Rashie Sunak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会儿少会聊两句 这个Identipolics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简单的说 它其实是一种政治方法 它就是把某种特定的种族 或者宗教 性别 社会背景 社会阶层等等了 就把用这些东西 来标志一个人 它用这些东西来 把一个人的身份图出出来 然后呢 在制定一些政策呢 好像是在帮助某一些这样的人 比如说什么妇女运动 这就是女权运动 这就是在帮助妇女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什么同性恋的活动 就是在帮助同性恋的人 还有像什么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帮助黑人和这个拉丁 让他们能够进入到大学里 尤其是进入到一些好的大学里 他们就是说给他们一些特殊照顾 就这一类的 这就是说等于就叫身份政治 他就把这些呢 作为一种群体的标志 然后他这个政策呢 就针对这个群体呢 就说明他这个政策呢 是特别的 注意这种边缘群体 就是他这个政策 不是只为了 比如说白人 有钱人等等 就是这意思 最最典型的哈 就是欧巴马 欧巴马我以前曾经 稍微聊过 再聊几句 就是说 欧巴马的 大家都认为他是第一个黑人总统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黑人了 他应该算是混血 他母亲是白人 不仅仅上是他母亲是白人 他从小是跟他外婆长大的 他外婆是夏威夷的一个银行的高管 所以他的那个生长的环境 根本就是白人的环境 跟这个美国的黑人没有什么关系 他父亲是黑人 但他父亲也不是美国的这种奴隶的后代 他父亲是从肯尼亚来的精英 从肯尼亚派到美国来留学读书的人 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经历啊 跟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的黑人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他就是皮肤黑 皮肤黑呢就被 他自己也号称他自己是美国的什么African American 然后呢媒体呢也是这么宣扰他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身份政治 就是说他的身份就是黑人 所以呢这就代表了黑人就起来了 黑人就是永远就是这下子就翻身了 这个黑人的权利就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根本没关系 他当总统跟黑人 整个的社会作为整个的群体 他们的这个社会状况提高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我这里头稍微介绍有一篇文章 这个洛杉矶时报的有一篇文章 是欧巴马快要离开这个办公室的时候 快要离开白宫的时候有那么一篇文章 他里头呢跟踪了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Andrew Jackson 我们就简称他叫AJ 他呢是那个时候 奥巴马就是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那时候才27岁 他当时是从休斯敦坐大巴 专门跑到这个华盛顿去参加 奥巴马的就职典礼 因为他特别兴奋 他那个时候的处境是什么呢 他是白天他做清洁工 然后晚上他去各种面试 他唱歌啊他演戏啊 他挺想当演员的职业的演员 然后他就觉得呢 那个奥巴马呢作为一个黑人 这个人当然也是黑人了 就是说他当了总统以后呢 给了他特别大的希望 哎呀他觉得这个 一下子黑人就翻身了 这个生活就不一样了 他当时就是那么兴奋 然后七年以后 八年以后 就是奥巴马快要离任的时候呢 他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 他那个时候住在一个那种 拖车的那种停车场里 就是Trailer Park 那种地方 反正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吧 就是那都是比较 确实是很穷的人住的那种地方 就不是正规的房子 说到底 就是临时住所应该是 但是有很多人长期住在那 因为他说出不及 正规的房租嘛 就住在那 与此同时他还在打三份工 每年的收入是两万 两万两千 同时他还欠了两万块钱 那个读大学的时候的贷款 还有一个 一岁多的孩子 跟他的前妻 也就是说他离了 所以你看他现在这个处境 欧巴马当了七八年的总统 他的处境一点都没改变 他是这么说的 那篇文章里头他是这么说 他说 我们他只是 我们他只是所有的黑人 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梦想 在欧巴马的领导下会更加明显 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更加明显的意思 就是说欧巴马看到了他们的梦想 也就是说欧巴马会帮助他们的 实现他们的梦想 但是并没有 欧巴马不为管他们 对吧 他这里头还采访了好几家人家 然后有一个人他就这么说 他说那个 欧巴马当上美国总统 有点像我们黑人的灰姑娘的故事 那这什么意思 黑人的灰姑娘的灰姑娘故事是假的呀 对不对 就是欧巴马自己从丑小鸭变成了天鹅 但是这个跟美国黑人的处境 没什么关系 他并没有把这个黑人的处境 能够改变什么 就是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你认为这个欧巴马当了美国总统 美国的黑人的处境 就一下子就怎么样了 这太不现实了 我在那个插图里 放了一张表格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欧巴马当这个总统的这段时间 这个贫穷率对不同的人种 黑人白人和拉丁裔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08年当上 09年当上总统以后 到12年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那个贫困率都在增加 这三个种族都在增加 然后呢 到他快走的时候 12年的时候呢 下了一些 但是也就跟他进 就是刚开始当总统的时候也差不多 所以他在这方面 就是减少这个美国的贫困率这方面 他没有做到任何的进步 对黑人也没有什么 你去看那黑人的群体也一样 没有什么进步的 没有改善 就这么说吧 对不对 这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身份政治的结果 就是说 大家认为他会怎么怎么样 因为他是黑人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他跟其他的白人领袖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到底 他仍然是一个精英阶层的代理人 他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 为大财团 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 为他们服务的 这一点上 他跟克林顿 他跟小布什没有任何区别 他只不过是皮肤黑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他并不是少数族裔 并不是黑人领袖 对吧 他就是一个精英阶层的代表 代理人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说身份政治 他就是个骗局 他骗你 他让你感觉 这个人他皮肤颜色跟我一样 那是不是他就能够为我说话 没有的 真的没有 对吧 你就说很典型的 你像这个华人的这个 什么戴琪啊 骆家辉啊 这些人 都是这样子的呀 他们到了高位 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华人 住在每个华人 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真正叫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反而是他 有的时候还是在破坏 这个中美关系 比如说戴琪最近 这个减少 降低这个 从中国进口的 东西的关税 这件事情 戴琪是反对的 耶伦挺支持的 但是他反对 看到吧 然后像这个 骆家辉 那个时候 他做中国大使的时候 是他新出来的 在这个大使馆 北京的那个 美国大使馆 去搞一个什么 空气污染的 一个什么显示器 弄得中国政府非常恼火 他这不是就在羞辱中国吗 最后没办法 这个奥巴马给他调回去了 他们一句中文也不会说 他前面那个红博培 正经的白人 人家倒还会讲中文 你看 他越是中国人吧 他越不把自己 这个中国这件事情 这个华人这个身份 他越不是 他不是很认可的 一个劲的削尖了脑袋 往这个白人的圈子里钻 甚至他为了要表现出来 他对白人的忠心 他还要对中国 他反而是要显示出 他如何如何的反华 破坏中美关系 其实他这么做 对于在美国的华人 并不利的 中美关系不好 对我们这些华人 住在美国一点都没好处 对他自己也没好处 但他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削尖了脑袋 要往白人圈子里钻 就是要向白人 显示出自己的忠诚 既然说到这个Rashi Sunak 他是印度人 现在印度已经在那庆祝了 哎呀好像你英国人 统治了我印度 两三百年 现在我们有印度人 可以来统治你英国人了 我只能说呢印度人这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哈 有一个我现在就这两天刚看到的一个新闻 有一个众议员 这个人叫伊汉欧马 他是一个索马里人 那他既然是索马里人 是不是他应该对索马里这个国家 应该有一定的感情啊 怎么样的 他所栽的那个区域 就有好多的索马里的难民 所以他选上了 在明尼苏达 最近呢 这个报党呢 就是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音乐会 不是他的音乐会 是别人的音乐会 他呢去参加的 结果他认为自己是什么名人 就他那个选区的人 他觉得大家都会特别喜欢他 他还跑到那个台上去 好像要说两句 结果底下的人呢 就给他喝倒彩 就啵就给他喝倒彩 就说明对他不满意 让他赶紧下来 那为什么底下的人对他不满意呢 底下的很多都是索马里人了 那为什么对他不满意呢 就是说 拜登自从上了台以后 他就开始对索马里进行轰炸 其实说到底 还是索马里的资源了 石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美国人就是想去抢那的资源 索马里呢 当时呢 有一个总统 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总统 也是选上去的 然后大家都特别喜欢他 这个总统呢 明摆着的就是想让索马里呢 能够有和平 能够呢 好好的建设 结果呢 这个他呢 就是把这个国家的财产呢 都掌握在手里头 他不让外头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公司呢 西方的这些公司呢 跑来 来炸他的油啊 怎么样啊 对他的周围国家呢 埃塞伯比亚 还有他周围还有一个国家 叫Eritrea 厄里特里亚 就他周围的这两个国家 他跟他们都签了这个和平协议 就是为了大家都不要整天的 打来打去的 有了和平的 这样子和大家一块来建设 就是这么一个总统 这挺好的这个总统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好 川普那四年 没理他 就让他们去随便的 这挺好 索马里的这些人 都觉得挺好 拜登一上台 先是来炸这个索马里 然后呢 又搞颜色革命啊 跟着那个 埃及一块 埃及呢 跟埃塞俄比亚呢 有冲突 因为那个尼罗河呢 很大一部分都在 埃塞俄比亚 影响到埃及的那个水源 所以呢 埃及呢 也整天都在那想折腾 埃塞俄比亚 他看到埃塞俄比亚 和索马里的 签这个友好学运 他也不乐意 所以就埃及和美国 就一块就在那折腾 就把这块地方 又给折腾乱了 就这么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呢 就像这个伊汉 欧马尔 他自己是索马里人 他完全支持 拜登的这一切 他一点都没有出来说 我反对你这么做 你这样子是非常伤害索马里的 他完全都没有 看到吧 所以像这个伊汉 欧马尔这样的人 他虽然是索马里人 对索马里 不意味着任何的好处 同样的 这个Rashii Sunak 他是英国人 他在英国出生 英国长大 他受到的全部都是 西方的这些精英教育 完了他老婆 还是一个 大财团的这个里头的人 一个大财主的女儿 所以你要指着他 在英国的国内 能够对普通的老百姓 完全指不上 他在英国的国内 就是代表英国的精英阶层 继续去搜刮老百姓 肯定是这么回事 在国际关系上 他也不会对印度 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该怎么着就会怎么着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 如果今天的英国 还有能力 去再去占领 印度两三百年 这个Rashii Sunak 一定会带领英国 去这么干 而且你还不能说 他是叛奸卖国贼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印度人 他是英国人 他是彻彻头彻尾的英国人 只不过是他皮肤黑 所以那个George Galloway 给他的评价 就是说他是一个 Brown Blair 他就是一个 深颜色的布莱尔 就其实跟奥巴马 是很像的 那么这个 就是 主于英国的这种 就是叫做 身份政治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你看 因为这个人是印度裔的 怎么怎么样 少数族裔什么什么 并不意味着什么 他该干嘛干嘛 他只不过是皮肤黑 他骨子里头 全部就是布莱尔那一套 肯定的 还有就是这个Listras Listras也是某种程度上的 身份政治 女性 现在是这个 保守党里头 已经第三个女性出来当 如果他当上的话 那肯定就是第三个 这个保守党的女性的 这个首相了 怎么怎么样 可是这三个女性 一个比一个差呀 老早的时候 莎切尔还可以呀 然后后来那个Theresa May Theresa May 也是搞不住啊 对不对 Theresa May到 不能说她是极其愚蠢 但是她就是能力 还是有限 她还是搞不住 这个保守党里的人 现在这Listras 比这个Theresa May 还要差一截 整个就是一脑残 可是她是女性 就给人感觉又 女性真是厉害 现在都到了第三个了 但你也得看具体的人呢 对不对 这种就是 都是典型的身份政治 就是因为她是 女性也好 她是皮肤颜色深也好 她是少数族裔也好 好像就怎么样了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一种骗人的手段 一种精英阶层 又找到了一些 不同的这种代理人 对于精英阶层来很好啊 能够有像欧巴马这样的 什么Rashii Sunak 这样的人做代理人很好啊 她能骗人呢 即使是到现在 很多黑人仍然觉得欧巴马 是他们的这个崇拜的偶像 他们并不认可欧巴马 为他们做了什么 但他们还是很高兴 欧巴马能当过总统 这她还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虽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 任何实际的意义 甚至在欧巴马的时候 有些事情她做的比这个 后来的川普做的还过分 比如说在边境上 你后来听到说 哎呀这个川普 把人都给关在笼子里啊 就是那些从墨西哥 那个边境过来的人 这个川普怎么这么残酷啊 都给把人都关在笼子里啊 什么的 欧巴马的时候她就关了 只不过没有人说她 因为她是一个黑人 你要去说她 别人会说你是种族歧视 所以美国的主流媒体都不提 就是欧巴马的时候 很少有人批评她 这种就叫政治正确 你不能去批评她 因为你批评她 她是个黑人总统 你这就是种族歧视 这就是身份政治 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身份政治的最主要的原因呀 就是欧巴马也好 拜登也好 他们没有真正的本事啊 去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但是呢 她就搞这种虚的东西 这种虚头花脑的东西 让你感觉上 好像你是少数族裔 你就觉得 他们挺关心我们少数族裔的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就民主党特别会搞这一套 你说这种东西吧 其实在中国 根本不算什么稀奇的 对不对 中国也有女性当过皇帝 像武则天 也没有说 因为慈禧 是女性的皇帝就怎么样 大家都特别唾弃慈禧 因为她把国家给搞乱了 把这个大清给搞亡了 所以这都觉得 她是一个很差的一个领袖 我本管她是男的女的 对不对 至于说少数族裔 那元朝 这个清朝都是少数的 但是正经的少数的 在统治多数 所以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 到了国外 这都变成事了 尤其在美国 特别会讲究这一套 拜登也一样啊 拜登提名 她的那个总统竞选的时候 副手 她就说了 我要提一个女性 她不说 我要提一个 特别有能力的人 我就要提一个女性 结果我的好几个朋友 特兴奋 那个脸书上 马上就说了 拜登说了 要提名一个女性 底下都是一大堆的 这个点赞啊 什么的 对吧 你看现在这女性 这个Kamala Harris 这么差 连个完整的句子 的时候都说不好 她并不比拜登强到哪去 虽然拜登80多岁了 然后她要提名 那个最高大法官的时候 她也说了 还没怎么着呢 她就说 我要提名一个黑人女性 你看这多不公平 那人家要是能力很强的人 挺适合做这个 最高大法官的 大法院的法官的人 但她不是黑人 不是女性的话 那就没戏了 她已经说了 她要提一个黑人女性 那肯定就只能是 黑人女性了 多窄啊 这个里头可以选的 对吧 我对这个人 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反正我 我比较肯定的 就是说比她资格 比她更适合 做大法官的人 一定有 但是没被选上去 就是因为 那个人她不是黑人 不是女性 这种就是正经正经的身份 政治正确 政治挂帅 应该是这么说 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的 就把全都用身份来定了 而不是说这个人的实际的能力了 主要是因为她自己没有能力去管国家 去正经的去解决老百姓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贫困率把它降低 无家可归的人 给他们找些办法 还有老百姓的这个医疗保险的问题 等等了 她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她就给你搞一堆花的 安慰这些少数群 少数族裔 包括女性啊等等 同性恋者啊等等 她就说我关心你们这个 关心你们那个 但是所有的 你看我说的这些女性也好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也好 随便你同性恋者 还是各种种族也好 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最需要的 还是生活要有依靠 对不对 要有医疗保险 这个退休要有退休金 就是说还是 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但她现在这些东西都做不到 就给你搞一些这些花子来应付你 尤其是民主党 特别典型 你像派洛西 她是第一个女性的议长 她那时候当这个女性的议长的时候 她自己说 她打破了什么大理石天花板 在她之前呢 有这么一种说法叫玻璃天花板 玻璃天花板就是一般的职业场合 女性能够往上爬 很难 因为呢 她为什么叫她玻璃天花板呢 就是说你看着你能往上去 她透明的嘛 你能看到上面 但是其实你上不去 就叫玻璃天花板 对于女性来讲 她的意思呢 就是大理石天花板 就是说你看都看不到 这个顶像就给你封死了 哎呀 她能把这个大理石天花板给打破了 她能够当着议长 就相当于她把这大理石天花板给打破了 这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可你看她多贪呢 对不对 她比谁都贪的厉害 她比她以前的那些男性的议长都贪的厉害 所以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去贪污 变成一个女性在那贪污 就怎么回事 可是这种东西吧 她其实挺有效的 至少对很多人来讲 很多选民其实还是挺有效的 我周围就有不少的女性 就白人女性 她们非常用戴希拉里克林顿 就是她们真的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女性当总统 这对她们来讲真的很重要 至于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她当了总统以后 她的政策对女性到底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对女权有什么 这她不在乎的 就是这样子 这是西方近代的一些新的 一种新的现象 就以前都很简单 就白人那个男性一般都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现在上来一个女性 就都大家特别怎么怎么样 上来一个黑人又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骨子里头 她是换汤不换药的 其实是这么回事的 就是非常表象的一些东西 但是现在很新 现在英美都很新这种东西 就是找一个有色人种 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子 好吧 这个话题就先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对小镇小民频道的支持 喜欢我的频道 麻烦点赞留言 转发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